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储记 春天是吃芦笋的好季节 不过很多朋友自己在家炒芦笋的时候 炒好的芦笋颜色发黄不翠绿 今天就把青草芦笋好吃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如果您觉得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点个免费的赞和关注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这是5块钱一把买来的芦笋 价格虽然比较贵 但是看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 首先咱们先判断一下 芦笋最老的根部到哪个地方 用手指甲掐进去掐不动 说明那个地方非常老 先用刀把老的根部给切掉 然后再把稍微老一点的皮撕掉 这样在吃的时候才不会影响口感 最后再把芦笋切成斜段 接下来起锅倒入足量的清水 往水中倒入一勺盐增加底味 再淋入一些食用油 然后再把水烧开 水烧开以后倒入芦笋焯水一分钟 直接把芦笋给烫熟 一分钟以后捞出 然后迅速放入冷水中降温 这是保持芦笋不变色 口感爽脆的关键 接着再准备一小块五花肉 先把肉皮切掉 肉皮的口感也比较硬 而且腥味比较重 最后再把五花肉剁成肉末 接下来咱们再准备一些简单的配菜 先把姜和蒜打成碎末 两颗小葱切成葱花 两颗小米椒切成小圈圈 不能吃辣的朋友 小米椒就不用准备了 现在咱们先提前调味 往往中倒入一点点的盐 鸡精和白糖 再倒入一小勺的玉米淀粉 或者红薯淀粉 10克左右的生抽 一勺蚝油 再倒入半勺清水 搅拌一下 让盐和白糖融化 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以后 起锅热油 油烧热以后 先放入肉末 先把肉末慢慢的炒香 炒出猪油 肉末炒好以后 再倒入葱姜蒜和小米椒 把葱姜蒜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再倒入芦笋 淋入调好的酱汁 然后再快速的翻炒十几下 让芦笋入味就可以出锅装盘 这样炒好的芦笋 口感清脆爽口 就算放凉也不会发黄变色 真的非常好吃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个免费的赞 和关注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